來幫我們做一個現場的一個會議 所以請大家把握好時間 那這邊其實我對唐委員非常的印象深刻 尤其你講過一句話一直在我心目中 我覺得怎麼樣來跟小孩子溝通 是最好的一句話 就是萬事皆有缺口 唯有缺口才有陽光的入口 其實我有這句話之後 我就覺得我是世界無敵的 怎麼樣的困難都無法打倒我 OK 也很開心今天有這個時間 來主持這個會議 那今天會議上我想委員會 透過slider來跟大家再做一些討論 然後我想大家可以趕快 掃你的QR Code 待會可以掃一下 然後可以把你想要問的這個問題 來請教委員 那我們事實上也謝謝大家的支持 也放了很多題目在上面了 我相信今天委員會帶給我們很多很多的收穫 那我把時間交給委員 謝謝 謝謝大家 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 我們知道現在的疫情的情況 正在演講的人可以不用戴口罩 以及正在吃東西也可以不用戴口罩 所以在一個一面吃東西又一面演講的情況 現在是最能夠回到見面三分請的狀況 不過我已經有大兩針AZ了 所以應該還OK 那我們現在這個掃QR Code 是可以問我問題的地方 那如果別人問的問題你想要問的話 那就按讚 按讚數量越高越會浮到上面 那像目前最上面的是關於人文價值的問題 所以先給大家一點點時間掃 那如果掃不到的話 也可以手動輸入這個網址 就是slido.com 然後輸入1207 也會是相同的地方 那我們可以看到上面都是匿名的 因為反正這麼多人在滑手機 沒有人知道是你問的 所以想到什麼就直接問 就是這比舉手 就是有時候舉手要鼓起一點勇氣 在這邊問問題是不需要勇氣 那然後按讚是可以就是拉票 那但是如果你覺得 為什麼一直沒有人按你的問題在 那你還是可以鼓起勇氣舉手 舉手的優先順序是高過上面的投票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數位麥克風 數位就是好幾位的意思 所以至少有很多人可以一起 來就是面對面這個討論這樣 好 那所以在大家按了這麼多讚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就直接開始 然後大概會四五十分鐘左右的時間 我最後會留十幾分鐘的時間 當人心立派 我剛剛在參訪的時候 已經有收到這樣子的需求 好 那我們是不是就直接開始 那七位朋友們問說 政府當然每年都面臨全民健康保險的財務問題 那大數據資料庫要怎麼樣使用 那當然一部分是健保署自己的用法 這個相信大家都比我還要熟悉啊 包含重複用藥啊 重複筛啊 這個預防醫學啊 促進這個像他們跟國健署合作的非常多 就是健身的這種活動啊 往社區的必死提醒啊 這些我想是大家都已經很熟 我就不在這邊背書 那但是大家都知道說傳統上面的一個困難 就是說如果你是做不管公共衛生 還是健康促進還是什麼 如果你的研究是還沒有一個很固定的模型 你想要探索式的方法來用健保資料庫的話 那健保資料庫在這個用法上面並不特別好用 就是如果你已經有一個很明確的的話 那當然它有一個一套 可以跟學術單位合作的一套去識別話等等這一套方法 但是傳探索式的基本上你就是需要全部的資料 那這個時候是不是很容易執行的 所以我想就是說以健保署自己 或者是以已經很固定的目的所需要做的這些optimization 就local optimization 我覺得都已經在做了 那但是我們如果是要一個比較全面性的 探索性的transformative study的話 那這個大數據資料庫本身全資料庫可用性 我覺得是一個要首先解決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也剛好因為我學諮詢科學 這個時候比較懂的部分 那這個也是我們最近就是不管是跟健保 或者是跟國衛院跟國網等等 大概都在健康永續大數據平台等等 這幾支計畫裡面 開始往這個全資料庫可用性的方式去做討論 那這個因為後面有幾題問這個 所以我到那邊的時候再來講細節 那有13位朋友 這個最近就是明年度的發育詞 大概就是元宇宙 你知道每年都有發育詞 今年大概叫數位轉型嘛 對不對 前幾年可能是AI或者是區塊鏈什麼 那不管發育詞是什麼 我是覺得元宇宙它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共享的現實 共享的實境 就是像我們現在在這邊的這種感受 那如果不在同一個市區 不在同一個地方的人 想要加入這樣子的感受 怎麼樣再讓它加入我們 而不是說去取代掉人員之間的互動 只是要增幅人員之間的互動 那共享現實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就像我們的空間在物理世界裡面可以自己安排一樣 我們在線上也要可以自己安排 如果有玩過Minecraft或者是其他的東西 我應該知道我愛講什麼 那所以這個時候self hosting就很重要 就是我自己的地方我安排的規則應該我自己決定 而不是說好像是一定要用特定的硬體 或綁特定的社交媒體的帳號 或者是交給其他人去自己決定 變成是讓權力越來越集中 而不是越來越分散 那我們可以看到前面幾次的變化 比如說以前只有文件跟副檔的時候 email它到今天都還是一個分散式的一個宇宙 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email的提供商 然後也有非常多在email上面去加各種功能的一個ecosystem 這個是非常的健全的 那到WireWeb的時候本來也是有 大家可以任意的挑瀏覽器 裝瀏覽器的插針等等 但是慢慢的在WireWeb裡面的某些特定用途 好像要即時傳訊息 那一部分的開放標準就被破壞掉了 所以直到現在大家手機上面不能只裝一種通訊軟體 變成都要裝四五種通訊軟體高 大家的生活品質變得很糟 那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說這個脈絡切換 就是因為它沒有open standard 本來有叫XNPP 但是最後沒有被大家所堅持住 所以到最後就變成通訊軟體時間不能夠跨通訊軟體互傳資料 而最重要的像點對點加密的 就更沒有辦法跨通訊軟體 像我們在email或web那邊可以這樣子使用 那到最後就變成很fragment 就是一大堆碎裂的一些小宇宙 那這裡就有很多問題 所以如果這個原宇宙真正意義上要變一個多元宇宙的話 我們不要重蹈那種instant message XNPP 沒有人在用的那個覆轍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的 這個也是為什麼我現在都把它叫做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就是在數位世界裡面的公共建設 而不是讓它fragment 掉這樣子 好 那這個因為今天不是這方面的學術研討會 這個民主峰會才是討論這個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暫時先簡單的回答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個問題 好 那有13個朋友想要問說 目前中文辦公室有哪些進行中的數位醫療計劃 是我們未來可以期待的 我的Instagram很少在用 但是我最近就是專門dedicate我的Instagram 給國網中心拍了一個這叫什麼宣導片 對 那這個因為好像聲音出不來 所以我就配音好了 在大數據的趨勢下 科學家一直面對著兩難 便利數位生活在一邊 那給密的各自保護 到底是哪一個重要 那能不能兩個都要 那我們最近在推出的 PETS 隐私強化科技 學習新技術的發展 先幫學習同態加密 他被隐私這些題目 那讓科學家研究的時候 看不到不用碰觸原始資料本身 就可以降低隐私泄露的風險 以同態加密為例 將加密後資料上傳雲端 讓科學家對著密文做操作 有了國家級超級電腦算力的支持 讓因為加密而膨脹數倍的密文運算 得以被發展及應用 當然還有更多新的加密技術發展中 強大的計算力提供了驗證模擬的環境 想像未來適應後量子時代的 新加密資安科技 藉由國家數位基礎建設 PETS 的新技術將更能分享擴散 為科技發展創造更充分的信任感 在醫療應用上 我們可以將健康資料加密後給科學家 進行分析研究找出致病基因 在保障個人隱私前提下 發展更多個人化的醫療 更可以延伸到生活各層面 透過技術重建互信 讓大數據的力量更能回饋大眾 乃至個人 創造一個以人為本 溫暖的智慧國家 to give no trust is to get no trust 透過技術重建互信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和民共同向前賣進 好 那因為我是把自己的 肖像拳頭拋棄 可以隨便當素材 所以就像那個 課委會之前 有什麼唐鳳過台灣 對不對 這個什麼腦破根拳之類的 所以國王也有樣學樣 當然他實際上想要大家做的是 就是多花一點力氣去了解 查分隐私 統裁加密 聯邦式學習 後量子運算等等 可是因為真的就很硬嘛 所以我們就討論一下說 我就捐出自己的肖像拳當作素材 然後隨便他們怎麼用 但是就是說 為什麼要推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回到剛剛的第一個問題 想問的那個題目 因為在以前就是有一個 很classical的一個dilemma private dilemma 就是我相信健保署 健保署相信國王 可是不表示我相信國王 對吧 那但是如果信任是不第一的嘛 那當然如果健保署他硬是因為他相信國王 就把資料交給國王去做運算 國王又相信某個研究者 讓研究者這樣計算 那每一手看起來信任都沒有流失 可是從那個提供資料的那個人來講 每一手的信任都在流失 那到最後你的data quality就會受到影響 因為他就不會想要用這種方式去做目的外的使用 這個是大家應該都會非常熟悉的 那像剛剛講到同胎加密 他就是讓健保署不需要把原來的資料給國王 但是他也不需要water down 不需要這個一些統計資料 他是給全部的資料的加密版本給國王 所以國王什麼都看不到 那但是呢 我們因為是把資料的儲存跟運算拆開來了 所以就算他手上完全沒有明文 他也可以對著密文去隨便做運算 那這個是這兩年才比較成熟的技術 那國王也有一位研究員 他透過就是厚量子的這個 Lattice的這種方式 去讓他可以做很長期的運算 但是卻不會有可用心的這個丟失哦 所以他就可以去算非常複雜的 像機器學習這樣子的題目 那算完之後他把這個個人化的結果 就是因為他也不知道他算出來對不對 他就丟回去 那丟回去之後 從健保署這邊或從個人這邊 我們就解密 那解密之後就可以確保說 第一個他真的有做 他選擇他有做的計算 就可以用一些zero knowledge的方法來證明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算出來的東西 哎對我是有用的 但那個算的人看不到 那所以像這些PET 大概都是在以前這種 好像兩個要做取捨的時候 他另一批蹊徑 找出一種方式去挑戰 大家本來覺得說 你一定要損失某個部分 但其實都不用損失 兩個是可以兼顧的 那像這個是我覺得非常exciting 就是我自己覺得很棒的一個題目 那另外一個 現在也很常使用的就是Multiparty Computation 就是多方並存的進行運算 多方運算 那像我剛在門口也有看到簡訊十連值 如果有人掃過簡訊十連值 那其實你已經加入一個多方運算的一個架構 因為就是像貼這個QR Code的人 可能你們的人資部門跟官貌 就是制發這個QR Code的 是知道這兩個的對應 但是你的電信商是不知道這個對應的 所以從電信商的角度來看 他從28天之後刪除的 目前已經兩億五千萬則的這些 對這個電信商沒有意義 因為他完全不知道這15碼到哪裡 但反過來 當我check in的時候 我也不需要把我的手機號碼交給你 那個只有我的電信商知道 所以你這邊也不知道 就是你這邊check in這麼多人 到底是哪些手機號碼 所以分散在五個電信商 加上台北通六個 那再加上官貌等等這些 制發QR Code的環境 你如果不想要讓官貌制發 你自己骰個骰子也可以隨便制發 所以這是非常簡單的一套系統 它原理非常的透明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知道說任何單一的單位 如果因為什麼原因 他就是好像說之前有個刑警 他因為這個通訊檢查的關係 就監聽到了某一個嫌犯 他的這些15碼的號碼 可是他還是不知道那是什麼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理解到說 這15碼是什麼 他就開了一個搜索票 那但是法官沒有核准他這個搜索票 所以他到最後還是沒有辦法知道 完整的那個紀錄 後來那個法官就投訴爆料 那我們就立刻就做了一個詮釋說 那法務部說這些部分都不算是跟人的通訊 他比較像便利跌28天之後就死掉了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這些電信商都不需要再提供給通訊檢查那一邊 所以大家在掃的時候上面寫的那個防疫目的only 那就我們就保持住了 所以我講這個例子講的比較細 就是說我們透過技術去完成我們本來在法規上面 或者法尊上面我們有promise 但是其實有各種各樣子以前那種 就是misaligned incentive 就是他每個人都有一個誘因想要把它誤用 互信的這個過程才能夠發生 因為每個人每一次的參與都重新去reaffirm說 對這樣子我覺得我泄露了個字 比起我用紙筆去寫要來的更少 那當然我們並沒有禁止你用紙筆去寫 只是說隨著時間過去 他知道這真的是fully accountable 所以這個就再業配一下 我們在sms.1922這個網站裡面 我們每天都會更新說到現在多少 這個折了30億折了塊 然後每天沾掉多少 然後你的手機key上去 那這個系統就告訴你 有點像健康存折一樣 就過去28天 哪些縣市的衛生局編號機的醫療人員 為了什麼目的 又存取你的失聯制資料 那就是靠這種mutual accountability 跟剛剛講multiparty computation 一點一點把信任引回來這樣 希望回答到這個問題 那有14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您有沒有對人生迷惘的時刻 在對迷惘的時刻做哪些改變 我們可以尋求哪些幫助 非常好的問題 我每天剛睡醒的時候就是最迷惘的時刻 我完全都不知道要幹嘛 對 真的 就是從我的角度來看 因為我每天睡前都會把所有的email 就是都回掉 都分類好 然後 就是所有的 就是該上稿的 該公開的東西全部都會公開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醒來的時候並不會去想說 我昨天沒做完什麼事情 因為都做完了嘛 那 所以我醒來的時候通常都是最迷惘的時候 那 那他這個問說 我做了哪些改變呢 可能就是睡到自然醒 這個是最大的一個改變 我在以前就是有碰到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缺口都是光的入口 這句話以前 那我都會就是犧牲自己的睡眠 來增加自己的作品的完成度 那所以就是不做到九十幾分 是絕對不會公開出來的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就必須要播鬧鐘 然後醒來 或者是說必須要熬夜 然後犧牲睡眠等等 但後來我就發現說 我如果做到就是九十八分九分一百分 那大家除了按讚之外 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所以我反而交不到新的朋友 我反而是丟出一些就是 看起來天馬星空 或者完成度很低的這些東西 然後大家提出說 那沒有啊 他有更好的見解 他有更好的做法 在網路上面我們都知道說 你問一個問題 不管你怎麼精雕系 就是這個問題 會理你的人不多 那你切換一個帳號 提供一個很爛的答案 那所有的專家都跑出來 所謂打臉 那所以 這樣子的情況就是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最好的一個說明 所以我後來就放棄掉 這個完美主義的想法 我就說 那我就無論如何都睡到自然心 然後就是隨時 腦裡面有什麼靈感 那他不需要完成度很高位 不需要熬夜去把它 怎麼樣 而是說我想到這些想法 我就全部都拋出來 那拋出來之後 我想了不完整 不完美的地方 我只要沒有玻璃心的問題 自然大家會 一起來不完 所以做了哪些改變 大概就是最大的改變 就是會願意把完全度 非常低的東西 全部都公開出來 那大家在看我的 不管是YouTube頻道啊 或者是甚至我跟一些 比較年輕的一些導演 一些合作 因為我拋棄著作權 跟肖像權嘛 他們可以隨便怎麼樣子用 那有的時候 有像課委會的 大家覺得 這個完成度很高的 那有一些導演 可能他只有48小時 而且他的上個版本 還被打槍 所以他必須要立刻趕出去 什麼那個唐鳳獸 跳舞的那支影片 那大家反應就很爛 那但是就是 反正我無所謂 完全沒有面子問題 所以這個有人覺得很爛的 那他某個藝人嘛 藝人之他自己去跳一場 我覺得就比較好 所以就是我們每次的原創 都是要降低二創的成本 那在這個的情況下 就是所有看你不順眼的人 所有的二創者 都是你的貴人 都是你的幫助 但是大概就是 尋求這些二創者的幫助 希望有回答到這個問題 那其他朋友們問說 我們都知道 咨詢科技的力量 改變了近幾年 各方領域的發展 能不能夠請委員 跟我們談談 說的話 現金用在健康醫療上面的趨勢 或者有沒有什麼 前瞻性的應用 可以跟我們分享 其實像剛剛就是 在公威上面 簡訊十連制 就是Multiparty Computation 或者是剛剛提到 國防中心 Homomorphic Encryption等等 那這些都真的蠻前瞻的 那但是我覺得 重點不是說 個別的這些前瞻的案例 而是說 我也跟國防的朋友分享 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子去 讓這種重新去中心化的 這種感覺 這種 就是一般人看到說 那我email寄出去之後 我的手機還有一份 電腦還有一份 那但是 我剛剛這個 po一個什麼 我的文章到 Instagram或Facebook上面 它如果當機兩個小時 那我手上什麼都沒有 所以就是說 本來是一個比較 去中心化的狀態 那現在是一個比較 重新中心化的狀態 所以我們現在就需要一個 重新去中心化的狀態 那這個狀態是 我覺得在 醫療領域 特別是 在疫情的這兩年裡面 健保快一通的下載量 從本來不到 十分之一 到現在已經超過 三分之一 可能快要一半的人 有健保快一通了 那所以 像健保快一通裡面 如果我們再加上 電子前驗章的功能 那再加上 就是我們在 鏈圈 區塊鏈圈 每個人要表達自己的 就是哪些資料 可以給哪些人使用 而且它不管是要參與治理 還是要分潤 還是要怎麼樣 有一個單一的意思表示的 這個平台 那我覺得這部分 才真正意義上能夠 就是重新去中心化 而不是 只是我們少數幾個人 建立幾個案子 那些是pilot 像簡訊實驗制 那個是pilot 那pilot還是有必要的 像我們去年 有一個pilot 叫做護臺灣助詩界 就是如果你兩個禮拜 都沒有去領口罩的配額 因此你就存下了 不管9片 還是14片的口罩的話 那你可以說 那我沒有領的這個配額 我願意把它交給外交部 去給全世界 就是人道援助的朋友們使用 那我們就推出沒有多久 就募集到700萬片口罩 給全世界去用 那大概一半的人匿名嘛 那另外一半的人 就是要一個類似NFT的東西 就是健保書給你一個 就是不可交易的一個認證 那就是說 你有存下了幾片口罩 然後願意去給全世界的朋友使用 那那次的這個資料募集 真的滿成功的 就是很多朋友 他是去藥局排隊 或去就是超商買口罩 他根本沒有下載健保口罩 但是因為他發現說 有這樣子一種類似NFT的這種 就是大家募配額的這個活動 那他確實口罩也比較夠了 那所以他專門下載健保口罩 一同來進行這樣子的分享 那我覺得像這樣子的 我們叫Data Collaborative 就是資料的協作關係 捐口罩配合可能是 對個人隱私 所以完全沒有損害的一部分 那其他部分就是靠著 像剛剛講這些重建信任的基礎 一步一步讓大家願意 進一步的加入 就是這種資料協作研究 等等的圈子裡面 那當然還是建立在說 第一個這有公共利益 那第二個他可以參加 他的共同的治理 或者是分潤 所以這部分我想也是 我們現在花很多力氣 在做的事情 有13位朋友們問說 您認為COVID-19 即將進入到2022年 所以它的版本一直都沒有更新 那沒有加很多 Alpha 什麼Delta之類的 Omicron 那台灣在這段時間 體現的社會人文價值是什麼 還有覺得值得期待 跟有待加強的是哪些 我覺得台灣在這段期間裡面 最可貴的就是大家不會等政府 就是社會創新的這種精神 就是覺得政府哪個部分做得不夠好 那不是我們說Demonstrate against 不是上街抗議 不是像其他國家對於一些政策那樣子 而是我們是Demonstrate with Demonstrate for 就是大家自己建立起一些做法來 像剛剛提到的簡訊石連指 其實不是我的主意 是在一個叫G0V臨時政府的頻道上面 兩位誠信網友的主意 那在那兩三天 就是我們升到三級警戒 那兩三天裡面 大概上萬個人 在那些頻道上面去討論 就是全世界怎麼樣來做疫調追蹤 我們怎麼樣一定要把24小時 降低到24分鐘以內 不然的話那個Delta的R值會控不下來等等 那然後也有非常多 就是通訊軟體的這個作者 或者是architect 或者一些資安的高手 人權保障的高手等等 就是在那邊腦淚激盪 所以從某個角度來看 就是並不是像一般的採購關係 是政府想到一件事情 廠商去實作 剛好相反 是這個社群 最後想到用簡訊的這個做法 那我們是社群的廠商 我只是去跟五大電信談說 那是不是我們比照 大家都很熟悉的健保總額制度 就是立法院給我們多少預算 幾千萬就幾千萬 那這個超過之後 每一則只算儲存的成本 所以每則零點零零零 我忘記幾個零啦 一元啦 反正就是出生成本 就是遠低於傳輸成本 那傳輸當然不收我們錢 那所以等於是說 我變成是社群的業務 我去跟這五大電信談 但是確實就是說 這個涉及本身是 因為是民間所發起的 所以像剛剛講到的 就是它的隱私保護的部分 它要去跟法務部 要一個解釋說明 確保它的那個目的 是扣合的部分等等 這個就非常棒 因為我們在其他的國家 如果是top down 要求大家非得安裝什麼東西的話 那它會有所謂的防疫的疲乏 就會有fatigue 因為大部分人不知其所以然 但是現在是因為 就是一群非常知道所以然的人 設計出來的 所以這些人就會願意幫忙 去跟所有其他人討論 那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 所謂眾人知識 眾人助之 就是這是有公共利益的事情 那這個就是大家一起來發起的 一個社會事業嘛 那像口罩地圖啊等等 這個大家都很熟 我就不特別講了 都是用同樣的方式來開發出來的 那所以朋友們問說 請問這個實密制簡訊的database 有沒有可能在其他地方有所應用 那剛剛已經講到28天就刪除了 所以我們已經可以看到 這些都是gone forever 這是絕對沒有什麼別的應用 但唯一留下來的 就是這個統計數字而已 那這個也是我們一開始的保證嘛 就是說它只是為了防疫目的使用 那不管誰這個刑事警察局調查局什麼 只要你不是醫療人員都不能夠來看 所以我們當時的這個promise 就是因為這不是政府發明的 政府發明的話 我們確實是有一些incentive 會說我們作為未來實證參考什麼之類 但是這些是其實一些公民科技 跟人權團體發明的 所以他們一開始就說 沒有你如果就是說 他要授權給我們用一個前提 是我們不會誤用它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蠻好的一次測試 就是說那我們社會上面的各式各樣的誘因 確實就是multiparty computation 他沒有辦法去擋住 還有比方說如果立法委員 這個硬要改傳染病防治法 去用什麼別的方法 去做這個就是實聯的同報的話 那但是我們會看到的時候 沒有其實大部分的立委都覺得 那我們下次改傳染病防治法的時候 我們就把類似簡訊實驗制 這種保障隱私的東西直接入法 而不是說大家都一定非得下載一個有國家來制定的 或者是說像新加坡是說你一定程度以上的重罪 那還是可以警察用一下 或者是韓國是說沒有是一條人要去跟警察拿資料 什麼之類的情況 那是在我們附近的一些關下領域 他在這邊有所取捨 那在我們的想法裡面沒有 他一開始是什麼目的 那我們就繼續是怎麼樣的目的去使用 他是單一目的蒐集的 那有八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您認為一件鍾情是不是真的 如何分辨一件人事物 就是自己的熱情所在 以及熱情是不是可以培養的 我覺得一件鍾情當然是真的 那但是就是所謂的人事物是不是自己的熱情 我覺得不是分辨 就是說當你在就是有一個熱情 覺得說這件事情就是我的purpose的時候 相反的是你在透過這件事情去分辨其他的人事物 跟你這個purpose有沒有關係 所以我在舉例來講 像我們在小學或者中學 教就是資料科學 其實大家知道在新課綱裡面有資料科學這一件事情 那在我們 因為我之前在課發會嘛 在講這個就是我們的課綱的時候 一直都覺得這個是最難教的一件事情 因為它非常的仇想 非常的不接地氣 但是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沒有其實每一個小孩 他都對於他的周遭的社群 或者他的家庭 他只要能夠mak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就是說真的能夠幫到旁邊的人 這個就是他真正的熱情所在 舉例來說像空氣污染 那大家當時發現PM2.5 這個你很難就是直接感知到 但是你必須要用一個空氣盒子 就是Edimax的那一套機器去感知 那後來我們就確保說 應該大部分的學校都有空氣盒子 那這個小孩他的contribution就是他的家人 早上要不要出去慢跑他必須要看這個小孩 他在陽台或者在學校裝的這個PM2.5的測量器 因為當時環保署的分布非常不均勻 而且也沒有就是那麼大的可親近性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就是這個熱情並不是自己的熱情 而是能夠幫助到旁邊的人就是所謂positive social impact 有一個正面的社會衝擊力的那種熱情 我們就發現他真的都有非常好的學習動機 又或者像說之前我們在2019年快總統大選的時候 當時有所謂的媒體素養 那有一個assignment就是讓學生去fact check去看 現在在流行什麼就是假訊息 然後最流行的部分他們趕快研發疫苗 就是去用一些好笑的東西去當作抗體 去讓看到的人可以就是會心裡笑 但是因為他們本身不一定有那麼大的傳播力 所以就是大部分的學生 如果這是assignment的話沒有那麼大的動力 但是當就是台灣視察和中心等等 去跟我計劃公視的話是買一些新媒體 跟就是現有的媒體合作所沒有 那接下來這個總統候選人在及時在辯論會 或整件發表會的時候 那只要這些小孩找出這三個候選人哪一句話 事實上不符合事實 那他們的這個fact check 立刻就會跑到livestream給全國的人看到 然後他就上電視了 那所以像這種情況下 他們的學習動機突然之間就提高到10倍100倍左右 那同樣當然是因為他是positive societal contribution等等 所以回到這個問題就是熱情是可以培養的 但是非常熱情的方法不是把它當作自己的熱情 而是去當作對於整個社會可以有一個立即可見的正面的效果 的這樣子的熱情 那這個時候用這個熱情去衡量這些人事物裡面 哪些能夠扣合這些熱情的purpose 那這個所謂PBL Purpose Based Learning就可以變Project Based Learning 變成Problem Based Learning 那這樣子的話就不會拘泥在特定的人事物上 到最後是對這個所謂的共好 Come on good是有熱情的 所以一見鍾情是真的 但是我覺得越靠近Come on good 這個熱情可以維持的越久 因為是大家一起來維持這件事情 那剛好剛剛講到impact 下一個問題就跟impact有關係 有發表朋友們問說 請問這位您認為在一個企業或團體的組織裡面 一個人影響力的建立應該要從哪些方面開始著手 這是不是天生的呢 或者是應該要怎麼樣子培養 你會給年輕或者剛入職場的我們怎麼建立 也是非常好的問題 像剛剛講到的 其實如果你能夠make a positive societal contribution 那這個影響力你是甩都甩不掉的 就是大家都發現說 只要跟著你就可以做好事 那這樣子的話大概 你不用特別建立什麼個人影響力 其實這個影響力就是一個 我們叫做theory of change 就是只要投注心力到你的這個purpose上面 那一下子就會有對於社會很好的一個影響出現 所以這不是天生的 這是可以培養的 那到底要怎麼培養呢 除了說就是要睡夠睡到自然性之外 那為什麼 因為那是instrumental 就是說我如果睡不夠的話 那我就沒有辦法全身關注的 像看一個問題的時候 等於全心全意指向這一個問題 我腦裡會有很多雜念 就是昨天沒有想完的事情什麼之類 所以真的只有就是在完整的休息的情況下 那才能全身關注的去處理一個新的可能跟你本來的 在腦裡都不能打斷他 在腦裡都不能打斷他 就是必須要非常完整的 他唯一能夠做的就是non-verbally的 就是點頭啊微笑啊 然後如果對方稍微卡住就說 然後呢 就是最多只能到這樣子而已 那但是因為就是幾分鐘而已啦 其實很短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撐得過去 那撐過去之後就就換聽了這個人講 那這個人他就必須要用 完全用對方所給的資訊跟材料 但是用自己的perspective去講說他剛剛聽到什麼 那同樣的這邊講幾分鐘 這邊就講幾分鐘 那本來講的人是不能打斷 那為什麼到第二輪通常會打斷 是因為他會發現說 他可能因為詞不達意 或者是雙方的背景不同 其實他根本就聽錯了 就是他被誤解了 但是他必須忍受這個被誤解的感覺 那麼幾分鐘也不可以打斷 然後再去說 那他覺得被誤解的部分是什麼 那其實不需要多久的時間 可能四五個run下來 雙方就是對所有的設身處理 就是在對方的角度去看世界 都會有一個非常好的完整的這種想法 那這個是可以練習的 所以像我的office hour 就是大家可能知道 我在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不是這個地方 是這個地方 原來六三段九號嘛 是我的辦公室 那任何人都可以來找我 聊四十分鐘的時間 不管是視訊還是實體 那唯一的要求就是我們聊的 要全部放在網路上面 拋棄掉著作權 所以有很多的遊說的人來 可是他講的都是公共利益 永續發展什麼之類的 因為他如果講一些 只對他有好處 對其他有壞處的東西 PO上去就很難看 所以大家在這邊都是充滿了 公共利益的一個地方 那在這個地方 就是為什麼我可以就是連續四十分鐘 那前三十分鐘是絕對不打斷你 那就是因為這種就是 Active Listening的技巧 對我來講已經是等於完全內化了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你過了三十分鐘之後 那等於對方的思路都已經走完了 他不管在那裡卡住 不管他有什麼aspiration hopes and fears等等 他已經非常非常完整的表達 而且就是覺得被你完全理解 那這個時候最後十分鐘左右 你不管講什麼話 那從對方的感覺 都好像腦破被控制一樣 就是因為你是延伸著 他本來已經走到盡頭的思路 然後再往前走幾步嘛 那這是所謂的詮釋 就是interpretational work 那這個時候你就告訴他說 那從我的角度看起來 你現在卡在這邊 你如果跟另外一些 什麼別的資源結合的話 你們雙方的立場都可以達成 而且會有共同的價值 或是說你這個想法 我覺得非常的棒 但是如果在某些地方擴散的話 那些地方比較適合 你現在所在的這樣子的想法 去擴散你的創新等等 所以最後我大概都不會花太久的時間 但是從對方的角度來看 就是他想到一般的東西 那個impact好像就被增幅了 就是所謂的empowerment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如果我就是在前幾分鐘就急著去說 那我有一個case 這個我要make a case 那你要先聽懂 然後我才願意聽你講話 那其實他就沒有辦法進入 這種好像完全被了解的 這樣子一種狀態 所以我演講也是一樣 就是說我從來沒有準備什麼簡報 或者非得想什麼不可 那完全就是靠大家的投票來決定 那就算就是你沒有投這一題 那你可能也有投接下來兩三題嘛 所以就每個人都好像就是在等 俄羅斯方塊一樣就是下一個 會會會會放到哪裡呢 等等這個情況 那這就可以所謂的pro-social social media 就是大家當然是用一個就是社會媒體 這一面投螢幕也是一個媒體 但它是有效的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一起 而不是像一些比較anti-social的social media 就是每個人滑手機好像都進入自己的一個世界 然後就變成一個anti-social的狀態 那現在是大家都滑手機 還是留言還是按讚 時常做的事情跟別的social media 都沒有什麼不一樣 但是是可以比較好的就是彼此傾聽的這個狀況 所以當然在這裡面去引入像slido這樣子的工具 我覺得也是蠻有幫助的 可以去amplify 本來可能只能認真的聽一個人兩個人幾個人說話 那到這種時 所以listening a skill 就是可以自聽三四十個人 並不是說話是打字啦 但是也是類似的這個狀況 有幫朋友們問說 後疫情時代已經逐漸改變了 全球工作跟生活的模式 而國際大企業對遠距離辦公的接受度 紛紛從不習慣轉為投資與接受 甚至做出新型態的工作政策來 而既然說進展已經是世界的趨勢 在你所見的自由跟未來當中 台灣的產業可不可以預期 什麼樣的遠端工作的型態變化 以及可能受到阻礙 還有受到環境的需要環境支持 有哪些 那我覺得當然這是一個好像seminar的題目 可能講個三天左右 可能都講不完 那現在要我這個20分鐘回答 不容易了 那我大概就就提供一些 比較幾個就是top level的想法 一個是說 當然在國際的大企業上面 因為他們前兩年是產遭數位轉型 就是被數位轉型 不管它適不適合數位轉型 反正它沒有別的選擇 因為lockdown的關係 那在台灣我們大概都還是hybrid 像今天也是hybrid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並沒有產遭數位轉型 我們是在去年一整年 大家嘗試錯誤的所有這些工具 都已經mature之後 那今年我們在就是暑假前 確實就是課堂用了兩個月 但是職場的話呢 也就是hybrid line 因為我們並沒有真正意義上封城 那在暑假之後 有所人都回來 那所以回來的時候 真正還在用的那些數位工具 就是對大家有真正有幫助的 而不是你非得用才用的 所以我們就 我覺得我們在這裡是養成一個 就類似我們在推行動支付一樣 就是它要真正比較方便 我們才會去用 而不是說在它還不方便的時候 因為別的東西被抽走了 所以我們費用不可的 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我們對於數位技術的那種感受 一直都是維持一個良好 剛剛講比較pro social的 這樣一種感受 這是一件好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因為確實就是跨國企業很多都telework 所以它也讓台灣這邊本地的工作者 它的溢價能力就變高了 因為在以前可能你要找工作的時候 你的這個cluster 那你就不得不搬到一個 可能就是房租比較貴 或者生活物價水準比較高 或者是就是通勤上面 就是你一定要做一些取捨嘛 那現在因為網路取代馬路 所以大家就可以比較afford 像我自己禮拜一跟禮拜四才進行證明 那所有其他的 我不管是哪裡都一樣 我整個高鐵上面都還是可以工作 因為訊號還蠻穩定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等於我就不太受這個物理環境的限制 那任何的斜槓的這種工作 就是它一面在做工作 那你若是每天都必須要上班 而且是實體的跟人互動 你要兼職是幾乎不可想像的事情 你必須付出非常高的跟人成本 但是在就是一個禮拜 還有三天以上遠端的情況 所謂兼職就是開另外一個視窗嘛 就是所謂reality is just another window 那這個時候就會有很多斜槓出現 就是像我自己也是同時七個 這個國際的分音力組織的理事 當然都是院長同意的 我也沒有拿錢 但是意思就是說 我就是在某些就是國際多邊會議 我用我目前的職程很難進去的 那我就可以隨便七個帽子換一頂 然後就進去 那或者是說就是在像以太方啊 這些我有參加的社群 他們發展出新的投票方式 像平方投票法等等 我們拿回來用在總統被黑客送 用在總統文化獎等等 這個就變成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 因為telework導致這種斜槓的 跨領域的 那甚至跨組織的這種人才變得非常多 那大部分的公司 如果它是就是擁抱這樣子的人才的話 那人才向心理反而會變強 因為它有更多地方可以去就是結合 共同的purpose 那但是如果不同意 那或者也不同意 就是你一個禮拜 就是幾天可以在任何地方上班 都算上班的話 那員工的溢價能力會變很高 因為那他就加入那些不在意失去的 就是他只要願意稍微犧牲 就是一點點他這個睡眠的那個 Face cycle 就是還是睡夠 但是像我以前是可能半夜三點開始睡 睡到中午睡夠 那也是一種睡夠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等於是動態的 手動的調整自己的事情 那去加入各種不同的團隊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當然不是法規的問題 我們在2015年其實對於原端電船勞動 都已經勞動不該調適的 都已經調適完了 但是我們確實是這兩年才發現說 那就是工作者對於雇主的協商的能力 已經因為疫情的關係 以及有更多的原端的選項關係變大了 那這個在導致兼職 在導致斜綱 在導致這種就是跨市區的協作 我覺得這些都是蠻好的一些趨勢 不過當然今天時間大概就只能先講到這邊 Speak up 對您的重要性有多高 當然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們在參加很多國際會議的時候 大家都常常第一句話是 Unmute yourself 因為很多人直接講話 忘記關鏡 忘記把鏡打開 那所以就說 Please unmute yourself 那所以我在之前參加很多國際會議 最後主持人問我說 那有沒有什麼一句話送給大家 我都說Unmute yourself 因為這個就是主持人一開始講的話 那但是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在絕大部分沒有導入 這些pro-social social media的地方 其實是非常不對稱的 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今天沒有slido 那我講話的速度又怎麼快 其實不會有人想要舉手打斷我 這個是人情之常 就是一個人拿麥克風拼拼講的時候 為什麼要打斷他呢 但是這樣子的話 如果即使有不同的想法 或者是說有一些 跟剛剛討論的都沒有關係的問題 比如說下一個問題是小粉紅嗎 就跟我剛剛回答的絲毫無關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需要舉手 才能夠問出這個問題的話 根本不可能有人舉手 問出這個問題了 就是說speak up的那個難度是 就是指數性的這個成長 那但是因為我們有這樣子的空間 那所以它是有一種 non-verbally speak up的 這種可能性會出現 因為是匿名的嘛 反正就是沒有人會知道是誰提的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那就沒有從中或者不從中的問題 所以可以說是一個空間 它會讓創新能不能夠擴散 讓共同價值能不能夠聚合 這兩個完全不是在場的人所決定的 而是這個空間所決定的 完全同樣的人放到一個反社會的空間 大概就是一種反社會的活動 那放到一個親社會的空間 就自然是親社會的活動 所以我覺得不是調整自己的價值觀跟言行 而是調整那個環境 調整環境是最重要的 我在剛2016年進入行政院的時候 他們問我要不要採買什麼設備嘛 那我就說我只要採買一個設備 就是這個overhead projector 因為我們是一個很傳統的會議士 他我的工作的地方就是非常 就是一個古蹟嘛 大家知道 那所以很難去做什麼樣子的 大幅度的改裝加裝 但是我就幾乎完全只靠 就是手上的這個apple pencil 然後airplay到apple tv 投影出來到一面白牆上面 我把它粉刷成那個白板漆 那這樣子的情況 那我就可以很容易的 第一個把各種不同的地方的人 透過connected rooms的方法 讓他覺得好像 就是因為兩邊都是投影到全牆壁 所以兩個房間好像接起來的這個情況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那大家隨時都可以透過slido speak up 所以像我們常常開一些會議 因為我們在院本部嘛 不同的部會 那就會有不同職級的朋友 那大家都知道公務文化 長官在的時候 署官是絕對不可能舉手 絕對不可能說話 他唯一會說的話 就是在他的長官旁邊說 那長官你要不要現在提這個 或者傳一個小紙條或怎麼樣 但是自從我們在這種跨部會會議 就是全部都導出slido之後 那就完全不是這樣子 我們就看到非常多非常有創意的論點 就不斷地扶上來 因為大家都受這個匿名性保護 但是呢也知道說 只有在場的人可以提出問題 所以不會有來亂的 所以他是等於是在這兩個中間 取得了一個很好的平衡 所以這個時候當這個環境 他鼓勵是說你的創新得以擴散 那反而你就會變成那個從眾的 反過來是眾從你啊 就是你提出這個12個人按讚 你就知道你代表在場一部分人的想法 那這個時候你就變成opinion leader 可是如果是一般你要舉手的時候 你舉手前你是不會知道有12個人 也想聽這個問題的 所以就是像那個以前大不列電百科全數 就是我們必須要很完美了 你才發表嘛 但像slido或維基百科這種地方 它可以讓你非常不完美的時候就發表 但是你就發現大家對這件事情是有興趣 所以先發表再編輯再取材 跟以前的那個方向是完完全全相反的 所以只要大家都沒有這種玻璃心的問題 就是缺口就是光的入口啦 那這種從眾的dynamic 完全是可以透過空間設計去把它翻轉 那有12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未來是不是有機會發生雲端MDT 跟醫院的系統整合 我們在2022年10月1號 就一下礦道10個月之後的行程 將舉辦oncology day 希望針對這塊有更多討論 是不是可以邀請您參加 當然可以邀請我參加 不過我的schedule不是我拍的 所以我沒有辦法在這邊就答應 那當然拍我的行程這個滋味是有來現場 所以是可以跟我的基曜秘書來討論 那我大概也是跟大家學習了 這部分我並不是Domain的專家 但是每一次就是HIS 有一個需要改的地方的時候 像之前我們全國性的那個疫苗 醫院系統其實改了非常多HIS的成分 那接下來就是歐盟DCC的那個 就是所謂俗稱疫苗護照 出國用的那個QR Code 那也牽涉到一些HIS相關的整合 所以雖然我不是expert 但是衛福部是有同仁在我們的辦公室的 所以如果有比較具體的 就是我們資訊技術可以幫得到忙的地方 那我是很願意跟大家學習 那有十位朋友們問說 受他國的假訊息攻擊的時候 我們除了辨別真假之外 能夠怎麼樣子反擊 我不確定這邊的反擊的意思是什麼 是說是去他們那邊就是宣揚假訊息嗎 這樣好像就是跟這個怪獸作戰變成怪獸 應該不是這個意思吧 那我自己的想法 其實就是受到假訊息攻擊的時候 它剛好就是讓大家形成抗體的一個很好的事件 我之前常常講講Humor over Rumor 就是用謠言 看到謠言的時候用幽默來勝過謠言 就是因為任何的就是謠言 或者是有攻擊性的訊息 大家會把它稍微重新包裝一樣 保留它的什麼雞蛋白什麼DNA的 但是在外面去泡上一層殼嘛 那這一層殼就是幽默的那一層殼 讓大家就是會心一笑之後 就進入一個不會盲目的去傳染它的這個狀況 那但是之後才碰到跟它類似的東西的時候 心裡就有抗體 會想到比較好玩比較好笑等等的部分 所以就是為什麼你就是insult theory的時候 它通常都會講笑話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原因 就是因為幽默它天生是就是勝過這種 以憤怒為主的這樣子的謠言的 所以就是鍛鍊這種幽默的能力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好的反擊的方法 那等到它被這個幽默就是網路迷因 稍微圖編幾次之後 就像我們現在這些希臘字母一樣 到最後就會變成傳染力特別高 而致命性特別低的一些東西 那到那個時候就贏了嘛 因為等於是類似的這些strength 那麼未來就大概就不會再有能力去瓦解 或者去攻擊社會 就是民粹大概就是要透過這樣子的方式來消解 那所以當然就是有很多例子 那我這邊就只舉一個比較有趣的一個例子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這個 在2020年1月15號 也就是在投開票的那個時候 那我們就偵測到說 這就類似像之前說什麼 香港暴徒的酬勞曝光 上一個警察給2000萬 後來追蹤到是我們這個 中共中央政法委獨家贊助 的這樣子一則訊息 當然這個照片是路透社是真的 但是這個什麼這個殺警察賣iPhone 這個完全是感謝中央政法委的mutation 對 那我們的做法就是public notice 不是把這些下架 而是你分享轉傳的時候 它上面會跳出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已經了解到這是長安檢獨家贊助 所以你還是可以share 但是這個share的時候 它是一個就是已經frame過的 是一個有抗體的這樣子一個包裝 那或者像說這個 其實這個string之後在那個 美國大選的時候也有出現過嘛 就是什麼系統性的大作票 那在我們這邊因為是紙本 不是投票機器 所以他們就只好說CIA給了隱形墨水 你不管蓋誰 你的那個墨水都會消失 蔡英文那一格會冒出來 一面開票 那個墨水一面消失 這樣子 那雖然很荒謬 可是這則訊息當時R值大概三左右 就是平均一個人會傳給三個人 所以其實是就是going viral for a while 對 那但是呢 確實就是不到一兩個小時 那個開票開到4號 明明只有三個候選人 等等的 就真的台灣市財政中心的那個澄清一出來 然後各個不同的角度的那個 YouTuber的 就是照片跟影片一出來 那這個我們就發現 這些就more viral 然後public notice 立刻就起作用 然後就沒有像在美國或其他的國家那樣子 變成非常大的這個風波 那為什麼就是因為 因為這是參與式的嘛 也就是說 他手上這個 我不確定啊 可能是鷹眼部隊 那但是穿運劍嘛 對不對 也有同樣的類似的介面 那另外一個的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但無論如何 就是每個這些 一些陣營的YouTuber 他手上都有即時機票 監票 然後開票的時候 當然會給各個不同的角度看 那所以這個東西的傳染力非常的高 大家都很注重開票的這件事情 但意思也就是說 每次有這種謠言出現 說哪個投票 說出現什麼爭議的時候 立刻就有各種不同陣營的YouTuber冒出來 你可以調得出影片說沒有 其實從每個角度都看不到什麼隱形墨水 那所以像這樣子去開發這樣子的app 這也是一種pro social social media 讓大家的監票的活動 不是只有一個人說服自己 而是透過這些擴散的app 去說服所有跟你同黨派 或類似陣營的人 那這個我覺得也是民主深化 反擊非常好的一個方法